OK了吗 苍神的内心戏是很丰富的 可能表面看似很平静 实际上内心已经波涛羞泥 为了这种大爱 舍弃了自己的小爱 比较虐的戏就需要演员去更好的 用心的去感受 去感受不一样的对手的刺激 不一样的环境的刺激 然后带给观众不一样的观影体验 在下宣 初来乍到 还请多多关照 苍璇前期游历大荒三百年 寄人篱下 隐忍蛰伏 后来再次遇到了小妖 然后在小妖和朋友们的帮助之下 成为了大荒之主 成为了一代君王 苍璇的内心戏是很丰富的 可能表面看似很平静 实际上内心已经波涛汹涌 像那种即将爆发的火山一样 我知道你不在乎手上燃血 可我在乎 你只需站在我的身边 就可以了 大的方向来说 他们一直都是 相互扶持 彼此依靠 互为彼此的家 从细节上来说 苍璇对小妖刚开始是亲情 我需要去守护我的妹妹 让她去健康快乐地成长 然后慢慢在他们一起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 苍璇又把这种深沉的爱 变得更加的深沉和广阔了 苍璇小妖为了这种大爱 舍弃了自己的小爱 我觉得对苍璇来说 这也是一种成长 刚开始她可能并不明白 自己心爱的人想要什么 她只是把她所认知到的美好 附加给了这个人 但是当他们一起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 两个人互相成长 互相成就 苍璇会为了自己心爱的人 想要得到的东西 舍弃自己的那份爱 去成全对方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我会在紫禁顶 我们充满凤凰树 你得陪着我 我很多的名场面都是很虐的戏 小妖跟苍璇一起厮杀 游历了大荒三百年之后的苍璇 再次遇见了小妖 明明是一场很美好的戏 她也很虐 很惨 疼吗 不疼 感受特别好 刚开始进组的时候 我很尊重她 因为从专业上来说 从关系上来说 她是我的师姐 很尊重她 但是跟她相处非常的融洽 她是一个很外乡的人 性格很活泼 然后会很快地拉近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然后这样大家可以去更好的在 创作过程之中去交流 去沟通 大家演员之间的相处 大家都很愉快 然后现场的气氛也很活跃 你看拍古装戏 大家不能太胖 大家都需要去减肥 但是大家都很喜欢吃 然后经常去聊一些 我们收了工 能去吃什么东西 其实都是大家一个美好的设想 在现场 其实大家都不会去吃 都还是会很自律去控制体重 我从最重的时候140斤 减到最轻的时候126 减了14斤 现如今他们才是西岩城的主人 出来乍到 不应难而上 如何登陵峰顶 我服装造型 我不知道别人有多少 反正我真的是 五花八门 特别多 我有四五十套衣服 早期在清水镇的时候 我的衣服就很朴实乌滑 但是它又有一些点缀在衣服上面 你就感觉它 从布料上的选材来说很精致 到了衣服 我的主体以白色系为主 它就很飘飘的 很鲜 再到轩辕的时候 就是那种北方那种沉重 那种厚重的那种质感 到我成为地帮了之后 就是很华丽 很雍容 就质感都不一样 我觉得各有各的特点 白色的我也很喜欢 很飘 黑色的很庄重 然后我的净装又很炫酷 很简练 都很喜欢 全人参军始终是牛肉的一块心病 也是时候该拔除了 我说实话 古装我没有什么太大的经验 我每部戏我自己就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然后在我拍完第一部古装戏之后 大家对我充满了之后的古装戏的期待 我觉得让我更有压力了 我就需要去全身心地去投入它 然后演出不一样的每一个角色的特点和特质 比较虐的戏就需要演员去更好的用心地去感受 在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情境之下 你需要去感受不一样的对手的刺激 不一样的环境的刺激 然后带给观众不一样的观影体验 这个戏最初的感受 我想的是我能演一个君王 不存在一人之下了 我就是万人之上 我就可以不用跪嘛 充满了期待进了组 后来进了组之后得知我有个爷爷 爷爷在位很长时间 我还需要跪